输入性通胀压力 影响加大的背景下 今年 受地缘政治因素 输入性通胀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国内物价运行 仍然面临着一些不确定 不稳定的情况 但要看到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我们的生猪产能 合理充裕 商品供应充足 能源保障有力 保供稳价体系进一步健全 可以说 保持物价平稳型的基础 十分坚实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实现 今年全年 CPI的预期目标 一是进一步的强化 监测 预测 预警 紧盯国际国内重点的 大宗商品和中药民生商品的 市场变化 二是进一步强化 重要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 第三呢 是进一步强化 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保供稳价 稳定煤炭生产 加强储备能力建设 第四条 是一定要进一步的强化 市场监管和预期引导 中药卢 监管和预期引导 酒监管和预期引导 在这次出现 小炎 中药的预期引导 大宗商品 中药 进一步强化 小炎